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找了个女帮工 情况好了一点 招相馆开在居民区 一间门帘 以往只拍郑县照 简单的收货照 再给人打印复印什么的 赚钱有数 挣得一个工薪阶层的工资 最近不行了 家里突然出了事 花销像是撕破口子的沙袋 容不得人喘息 就在上个月 小悠的老公鞭子不小心出了电 跟着来医院的工友说 鞭子干活不注意 脚触到了破了皮的垫线上 被垫击倒 抢救了一宿 人好得保住了 但鞭子的双腿被琪琪从大腿根解断 以前一米八的大根 现在躺在床上 跟半截木头装子似的 鞭子干活的装修队是个草台班子 一出事 小老板就跑得没了影 所有费用都是小悠和婆婆想的办法 倒霉是真倒霉 但小悠是个善心的人 在抢救管口 她不可能扔下鞭子不管 要不然以鞭子寡居多年 只有微薄养老金的妈 怎么可能担得起这么大的事 可是 赚钱也是真的难 这次鞭子出事 小悠欠下来二十多万的债 她忙活一个月 不够赚个几千块 除去是喝拉萨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还完 这一下 把之前的结婚设想全部打乱了 是的 小悠和鞭子虽然住在一起五年 酒席也在年初简单办过了 但还没有领证 因是两人打少年时的感情 都赌定这辈子没有旁人 并不在乎那张纸早领晚领 再就是 婆婆说鞭子今年是本命年 晚一年再临政 对小夫妻更好 年初两人象征性的白酒 也是因为要给小悠父母一个说法 其实 小悠是无所谓的 她这辈子认准了鞭子 她相信鞭子也是如此 谁想到 就在小悠刚查出来有孕 鞭子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进了婆婆家门 厨房传来菜箱 这是一套小平房 是早年鞭子伴在白酒厂上班时 厂里分的福利房 很有年头了 有个小院子 正房只有两间 一间做客厅兼饭厅 另一间从中间隔上铝合金墙 里间给小两口睡 鞭子妈睡外间 此刻 鞭子妈在后家的小男屋 也就是用作厨房的地方 挥着锅铲忙活 饭菜很快上桌 四菜一汤 全是小悠的口味 自从鞭子出事 婆婆对小悠比往日更好 好的她有点不安 唯一的儿子出事 婆婆该是最悲痛的 她三十多岁手寡 寒心如苦把病子带大 可以说全部未来都在儿子身上 她却硬摁摁摁背头 白天伺候儿子 还要格外照顾小悠的情绪 想到这儿 小悠忍不住鼻头酸涩 她夹起一块烧鱼 放进婆婆的盘子里 婆婆一愣 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 她垫着脚进屋 片刻后又出来 手上多了一张卡 卡是给小悠的 小悠愣住 婆婆解释说 这卡是鞭子存在她那儿的 她一直拼命干活 下班后还接私伙 一点一点攒了五万 说是攒到二十万 就带小悠去看房 婆婆述说儿子的辛苦 忍不住哭出来 她醒一把鼻涕 哭得悲强 她说 我那傻儿 她就是一心一意 想给你买新房 一分钱一分钱 玩命地赚 这次出事 她也是为了接私伙 要不然 怎么会赶上这种倒霉事 小悠心痛如脚 她捧着那张卡 就像捧着鞭子鲜活的心 如今 鲜活的鞭子 曾经那么帅气 人意的鞭子 为了给她幸福 倒在床上 变成一桩木头庄子 就算是木头庄子 那也是她朝夕相处 爱了十来年的男人 谁都可以嫌弃她 唯有她 正忧不可以 小悠扶在鞭子床头 手指轻轻抚摸她的脸 鞭子醒了 皮肤感觉到这份温存 眼角躺下一川泪来 她哽咽了 说温啊 你还是走吧 我这样算是毁了 不能再拖累你 小悠拼命摇头 不 我不走 鞭子 等你好一点 咱们就去领证 有个事我还要告诉你呢 我 砰砰砰 有人在敲门 打断了小悠 鞭子妈跑过来去开门 小悠隔着玻璃向外伤亡 有女人的声音 奇怪的是 并没有人进来 小悠走进去问鞭子妈 刚才谁来过 鞭子妈低下头倒水 说是隔壁攀嫂 过来借手磨的 哪还有手磨 早就坏掉了 有了婆婆给的五万 小悠盘算拓展一下业务 老这样不是办法 鞭子治疗欠下外债 后面康复肯定还需要不少钱 赚钱是第一要务 她打算增加婚纱照业务 她观察过那些婚纱影楼 一份套餐 几千上万都不止 一个月随便拉几单 多比她之前强几十倍 开影楼拼的是时尚感 小悠自信技术和审美都没问题 她缺的是眼界和见识 她想去好点的影楼 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可口又没有门路 说来也巧 小悠有个高中同学的姐姐 就是坐影楼的 店子在商业繁华区 名头数一数二 同学知道她的情况后 很热心地介绍她去 同学的姐姐为人大气 并不在意小悠来学习 以及可能带来的同行竞争 也许买卖做大了 事也不一样 在意的东西也不一样吧 小悠很想做同学姐姐那样的女人 什么时候都自信从容 去影楼的第一个月 小悠尽量挤出时间 跟着摄影师拍外景 在这块她是短板 后面跟得熟了 又有老板娘关照 小悠从第二个月起 开始学习后期技术处理 也就是说 客人的原片 她要上手学着修 就在那堆原片里 小悠看见了鞭子 有一个叫丽姐的文件家里 鞭子和一个女的依偎在一起 拍了足足上千张 小悠握着鼠标的手 僵在那里 脑瓜子嗡嗡嗡响 这个女的是谁 照片里的是鞭子吗 她不敢相信 然而 不是她又是谁 她左眉头那颗小枝 此刻正鲜活地 在电脑屏幕上 仿佛露出讥讽的笑 只愣了几秒 小悠便略过那个丽姐 开始按老师的讲解 一点一点重新学修图 充实的日子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过去三个月 鞭子经过康复 可以坐着轮椅起来活动了 小悠的婚纱业务 也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个月 她竟然接到两单 虽然都是五千以下的套餐 但她已经很满足 慢慢来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有足够的信心 这天 她身体不舒服 早早关门歇业 回家就躺进外屋 帘子后面的小床上 自从忙起来 她在里屋睡不好 就在外屋重新支了一张床 为这事 婆婆还怪她见外 让她睡自己屋 小悠死活没答应 说睡外屋挺好 清静 这时 婆婆喜滋滋地从外面回来 把她买的东西摆了一桌子 一件一件拿给小悠看 说这是洗糖样品 还有洗背样品 no 还有洗饼 洗膏 花样可多呢 悠啊 我每样拿回来点 让你看看 早点选好 审得到时候抓瞎 小悠躺着没动 婆婆察觉到媳妇的异样 走近前来看怎么回事 小悠有气无力地说 您买这些做什么呀 瞧你这孩子 下周你和彬子不就领证了吗 我打算这样 领了证 再好好办场酒 冲一冲咱家的晦气 婆婆对小悠 称快地瞥一眼 小悠说 好呀 倒是得请我的贵人到场 婆婆一愣 问哪个贵人 我怎么不知道 房颜像晒太阳的彬子 也被这话吸引 她搬套轮椅按钮 转进屋子里来 彬子康复训练后 小悠花了两万多 为她买了一辆高档电动轮椅 小悠坐起来 脸上挂着笑 语气轻松 是位女老板呢 这个月拉的单子 都是她给介绍的 算不算我的贵人啊 哦 对了 她叫新丽 彬子的脸刷一下白了 彬子妈也僵在原地 小悠呵呵地笑出来 她指示着彬子说 新丽 丽姐 你的老熟人啊 你不会说不认识吧 彬子 我还不知道 你有那么大的魅力呢 富婆也睡得到 彬子头上冒出汗 结结巴巴解释 那个丽姐 就就是原来一客户 给她家装修才熟的 是啊 是装修熟的 可最后熟到床上去了 你还不知道吧 我和丽姐成了闺蜜 她把你俩派的小视频 都给我看过 哦 对了 你那个工友 就送你去医院的那个 叫小张的 她妹妹来我们影楼做工了 彬子脸色更加难看 彬子妈再也忍不住 她质问小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又提小张做什么 关她什么事 小悠笑 说真不关她事吗 我给她妹妹安排工作后 她就跟我撂了 那天出事 你的彬子 可不是干私活 为我挣钱去了 她是去跟那个 丽姐优惠去了 回来迟了着急 就从工地后面 抄进路走后门 这才出了点 彬子妈想上前解释什么 小悠打断她 难为您老 还给那个小张封口费 那种人为钱 什么事不会干呀 她能保得住秘密 您老可真行 直到这时 彬子妈彻底软下来 蹲在小悠旁边 声音哀起 她哭诉说 小悠啊 你来这个家 妈对你怎么样 是不是拿你当 亲闺女一样带 彬子她对你怎么样 你是有数的吧 彬子她 她就是一时糊涂 她是被那个 丽姐哄骗了呀 她以为跟上几年丽姐 就兑现诺言 给她一笔钱 她这样 就是为了给你买房呀 小悠感觉一阵反胃 又是买房 难道她逼她了吗 难道她飞心房 不嫁了吗 难道她不是一向 都表决心 要和彬子一起 打拼未来吗 为她买房 多好笑的理由 可理由再充分 也不过是她贪婪 丑陋的借口 此时此刻 小悠再也不会 被婆婆苦情细打动 可她的心 还是那么疼 挖心挖肝的疼 她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彬子始终垂的头 她见小悠哭了 动容地问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悠止住眼泪说 从那个丽姐来敲门 你妈没让进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你妈说是隔壁潘嫂 可那时候她忘了 潘嫂回老家探亲了啊 小悠说 后来我在影楼学习 看见了你和丽姐的婚纱照 我更加确信 内情不简单 我接触的 都是影楼内部的人 找个借口打听出丽姐的情况 不是难事 后面的事你也知道了 我和丽姐成了朋友 也正是从丽姐那儿 我套出你出事那天 那个时间段 你们见过面 至于小张 我有了怀疑 再找到她打探内情 不是什么难事吧 那种人 有奶便是娘 小悠说出这些 轻轻吐出一口气 觉得刚才还沉重的躯体 轻松了许多 她看着彬子 那张依然帅气的脸 轻声说 彬子 我是真的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咱们俩孩子都有了 可惜啊 就在今天 我还是选择放弃宝宝 什么 彬子和她妈同时发问 就在今天 我做了人流 小悠的语气很平静 她说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 可我还要面对 我以后的生活 趋力避害是人的本能 既为了我 也是为了孩子 这天以后 小悠正式搬出彬子家 住进了她新开的小影楼 她已经注册成工作室 打算走个性定制路线 原来那间照相馆 她盘了出去 得的钱 猜在天上一部分 为彬子还掉钱的外债 又把彬子妈给的五万 天上利息 一并还给他们 她想 对于彬子 她不欠 债还了 就当还她 曾经对她的那些好 情分也就尽了 她心里还有些话 没有说头 那就是 她后面了解到 其实历界 也是个性情之人 她曾经被彬子妈拿捏 逼她掏所谓的精神损失费 并且胃口越来越大 到后面 把利姐弄得很烦 而反过来 彬子妈又用感情 拿捏小悠 想按她负担 彬子的后半生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可惜 算来算去 又得到什么 谁都不是傻子 她不说 不代表她不清楚 她只是不忍在刺激 成了中毒残疾的彬子 小悠觉得 这一刻 她才是真正的轻松的 所有的选择 都出自她的本心 所有的事情 她都可以掌控 她不会再被感情拿捏 她依然相信情感 却不再迷信情感 因为经此一遭 她的心已经磨出铠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